嗨 我是韓 歡迎回到阿韓費生活 然後想要跟大家說我最近搬家了 那為什麼會搬家呢 我的房間就前陣子有被老鼠藏進了 又加上附近有宮廟啊 其實假日很吵 所以我就跟David決定要搬家 那我現在呢 要走路去我每次搬新家 都會購買的一項必備的產品 大家可以猜猜看是什麼呢 好 那我現在呢就是到了五金材料行 生活百貨 大家猜到了嗎 我每次搬家 都會買這些排水控的 以往我都是買這一種的 可以搬開啊 可以開關的 它就可以防蟑螂 溫蟲 那我這次就換這個看看好了 如果好用的話來跟大家說 這就是我的房間啦 我前幾天有先搬一些東西過來啦 那我現在到我新家的浴室了 每一次搬新家 第一間是換排水控的原因就是避免溫蟲 這種豬帕下水道 都是跟其他用戶連通的 那你不知道其他用戶 他的生活習慣好不好嘛 那可能就會長一些小蟲啊 甚至是蟑螂 那這種可以比較有效的隔絕 蟑螂或那種小蟲 就來再想一下怎麼換吧 很簡單 它的尺寸呢 基本上都是通用的 我有量過啊 這個直徑大概8公分 那就拿十字起子 這樣就 啊 出來了 然後這個 這樣 哇 有點噁心 未來再洗它吧 先放進去 然後再蓋起來 就完成囉 那它這個設計是還可以有一個 這個可以擠起來 就是白心家的時候 我一定會用消毒水 然後去擦拭過每一個家具的 層板啊 或是外觀 因為台北還蠻容易潮濕的 如果你家有白眉的狀況 你可以用消毒水 減緩它掌眉的程度 這些深色的家具 我昨天都已經來打掃過了 這個冰箱還沒打掃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冰箱的現況 我覺得都已經恐怖啊 它已經長眉了 因為一直沒有人打開它 它裡面這已經發霉了 那我們消毒呢 一定要戴手套 然後呢 我都會用這個漂白水 加一個臉盆的水 然後加一個瓶蓋的漂白水這樣 那因為我是會抱著 要扎死這些霉卷的決心 所以呢 我才用漂白水 把水稀釋去擦的話 你一定要再讓它透氣個幾天 可能有些人會有點疑慮 就是說一般會不會有毒 假設你是馬上要住的話 可以 市售可能有蠻多天然的消毒液 床鋪的部分 我會用塵蠻吸塵器 吸過原本的床墊 買這種可以防塵蠻的床罩 還蠻便宜的大概三百塊就有了 那你們一定很好奇 這樣十二平大的空間 然後離捷運站走路兩到三分鐘 出金大概在板橋會多少呢 就是一萬三千五 哇 真的是我舊家七千塊的兩倍 好酷酷喔 因為我跟我男朋友一起住嘛 那想說兩個人就是能住大一點的空間 平分的話一個人大概 水電六七千 那我們要如何評估說 這個租金是不是我們可以負擔的 要把你的薪水 然後扣除你每個月必定會繳的 剩下來的錢 再乘以百分之三十 這個是我看一個理財YouTube業 他提到的 我覺得還蠻實用的這樣 更詳細的說明 我會把那支影片貼在下面的連結 如果你想了解可以去看 那我來分享一下我這次找房的標準 電費絕對不能超過一度五元 就是五元是我的上限 因為我有發現有很多都是五點五元啊 或是多少的 我想要抵制這樣的風氣 所以即使他很便宜或是環境很好 只要他收費電費是五點五元 我就一律不考慮 然後第二個就是我蠻挑房東的 那我判斷好房東的標準 就是他願意幫你處理租屋的各項事情 比如說像我這次的那個臉盆 他其實是蠻多裂縫的 那我就有跟我現在的房東說 是否可以換一個新的臉盆給我 那他就有答應我找房東要找得到人 不要有事情的時候都找不到 那我覺得在台北租房啊 就是有一個要點 就是如果你是很愛那間房間 你一定要趕快打電話給他 然後立馬最好是約兩個小時 甚至一個小時之後就見面 然後立馬去把那個房間看完 那如果確定就簽下來 像我這一間就是 雖然他採光不是我最滿意的 可是我覺得是我可以接受的範圍 然後因為地點很好 然後房東又很好 然後又是石心牆啊 琉璃通話門啊 他也有篩選住客 像他就會問我說我們職業是什麼 然後有沒有抽菸啊之類的 如果你覺得喜歡的話 盡量就是當下或是隔天 比如說像我晚上看房 那我就會中午 請個一小時的假 然後再去看那天白天房子的狀況怎麼樣 那確定了第二次我就立馬簽約 因為我不是一個喜歡夜長那麼多的人 所以我就會趕快把這件事解決掉這樣 好那今天就分享給大家 就是我這幾個禮拜 其實也只有一個禮拜啦 就是這幾個禮拜租屋的一些小心得 然後還有我一進到新家的時候呢 我就是會怎麼先處理這些家具 因為畢竟也不知道上一個房客的使用習慣是怎樣 那我覺得我目前的房租室還不錯啦 還有就是算維持的滿乾淨的 它還是有滿多灰塵啊小缺點 可是我覺得已經比我上一間好多 因為我上一間是整個城地下都是醜恐怖 未來呢會再來分享說 怎麼去規劃我的空間使用 對這也是我在學習的地方 可是就跟大家分享我是怎麼規劃的 如果你喜歡的話呢記得幫我點個喜歡 然後訂閱我的頻道喔 那就這樣下次見拜拜